大家好,欢迎收看8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在这个周末就是父亲节了 花莲县政府6号校是在芙蓉大饭店 举办了109年模范父亲的表扬大会 而这一次一共表扬了来自乡镇施工所社团老人会 所推荐的25位模范父亲 花莲县北道南的模范爸爸们 用父爱如山的精神来守护家庭 花莲县府6日下午在芙蓉大饭店 举行109年父亲节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表扬乡镇施工所推荐的14位 国际社团推荐的10位 以及老人会推荐的1位 共25位来自花莲县县从北到南的模范爸爸 用父爱如山的精神守护着家的完整 真的 就如同我们说妈妈我爱养 要常常去抱爸爸 常常去揉揉爸爸 常常给爸爸 一点这个 嗯 让爸爸觉得哇 虽然他的孩子长大了 但是他的心 和爸爸的心还是很近的 爸爸一辈子为家庭的复苏 是没有白费的 而且爸爸一 我觉得人 为人子女 现在到我们这个年纪 真的要找时间 跟爸爸好好的走一走 散散步到外面去走一走 听听爸爸人生的一些人生智慧 25位模范父亲各自有不同的生命故事 由县长徐政卫 亲自颁证父爱如山的讲座 期盼借此活动弘扬孝道 在提倡性别平等的时代 使大众也能重视父亲在家庭的角色 强化家庭教育的功能 促进社会和谐的进步 记得讲邦业华联士报道